所以我覺得MV其實很重要 他在錦區講慾望 Bounce Bear方言 然後阿仇講哀仇 有一首歌是將這三個元素 跟著來的歌叫藍煙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發揮 但其實我和他都是整個EP中最喜歡的 亦是Cell Portrait的點題作品 我們很喜歡的一首歌 藍煙的意思是 本身是牛仔煙煙煙的技術 但我們在說的是互相感染 藍的意思是哀仇 歌詞也包括了之前的感渠 或者是一些方便的歌詞的元素 所以其實是一個Round-up Song 不如在這個時候說一說 這個EP的設計 其實今次這個設計 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我講一下 當大家開了這張碟的時候 除了有Poster 有Booklet 當拔開了的時候 其實設計師也做了很好的心機 因為整件事整隻碟是講人性 人性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有很多不同的Layers 那怎樣用設計上面去表達呢 其實我們打開的話 都只不過是一張紙來的 但就中了一些Dye Cut 然後再加上摺 其實你會見到 有一個很強的一個空間感在這裡 整件事就是好像要穿透 看透了Jace 然後我們才看到 這隻碟點題的藍染在後面 所以其實只選擇一張紙的時候 其實背後的概念也很有趣 然後一定要提到今次的Booklet 這個Booklet 其實一開始是打格 呼應一下第一個Track 我們要進入這隻碟 就先要打開這個禁區 當我們進入了禁區 你會見到有一半 就有很多字在這裡 其實我們逢是看書也好 其實書打開的時候 通常一開始的時候 都有一個目錄 其實這裡就是我們這隻碟的目錄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這隻碟是講人性 第一個Track是禁區 所以就是講慾望 講真假 講禁忌 講審查 然後到第二個Track的時候 bounce back的時候 就有第二個Track 第三個Track 第四個Track 還有第五個Track 變成一開始 當你看完這大堆 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好心容易讓你知道 這五首歌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是來到的時候 就去那四個花 花雨的時候 做了一個一開始 所以才進入每一首歌 其實每一首歌裡面 你會見到 除了有Jaze的帥哥照片 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旁邊也會有一個 花的結合在這裡 這個禁區就選了 牽牛花 牽牛花是講一些肉亡 因為其實是爛藤來的 所以有一種很燃燒肉亡的感覺 就做了一個花雨 然後去到bounce back的時候 然後除了有它的back之外 也會有 原來就是這個意思 有一個甘如草 甘如草 甘如草就是 大家之前不知道 說的是天真 亦是謊言的花雨 然後當我們再飛到過去 這個阿仇的時候 就是菊花 說雙感 然後去到藍燕的時候 你會發覺 為什麼藍燕 為什麼沒有花呢 會見到突然間 所有花都在這裡 因為其實藍燕這首歌 是一個round up 起了所有東西 所以藍燕其實不是一朵花 其實就是它手上拿著的這個花瓶 其實藍燕也是一個 container 裝著其他不同的花 所以當時這個概念 就放了花瓶在這裡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去到第五手安眠師 就選了冤眉 冤眉的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愛麗絲 其實這個 讓我看看 你知不知道這一個冤眉的花瓶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那時候拍這張照片 都沒有安眠師這首歌 是 我只是跟她說 我有一個 那個議題是講的 比較絕望 是 結果就結束我們有這個想法 入土為我 整個臉都是扮麗土 是 但是那時候你選擇這個花 我也不太知道 不知道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就選了 因為我問她這首歌 究竟她想說什麼 她就走過整個碟的旅程 到最後 她覺得這是一個絕望 那我就想 絕望的是什麼花 那我就想起冤眉 冤眉的花瓶是絕望的愛 那我就覺得 咦 這件事很適合這個主題 而最好笑的是 原來花瓶不同顏色的花 都有不同的意思 那這次我們做藍燕 那一隻碟 那我就想用藍色的 那原來不同顏色的冤眉 都有不同的意思 而這個藍色的冤眉 其實是代表著 宿命的游離 破碎的激情 精緻的美麗 但我對她最喜歡 其實她中間說的 就是一個異歲 異寫異世的一個境外 那我覺得這件事 完完全全都配得到 安眠屍的這個概念 絕對是 所以就用了花 去串連了整個碟 所以中間的相鏡構思就是這樣 所以中間的相鏡構思就是這樣 好 好 好